一分钱的cash 我们都没有换 去中国之前 刀比瑶刀的手卡 这个 请上车 长空耗杀的master card 在中国是可以给到钱的 15块427 两岗该 到钱 各位可以 嗨 我是可恩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中国杭州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杭州啊 有去杭州 是不是有什么吗 其实还因为 总这个门票多难抢嘛 全小红书都在抢这个门票 然后很多人都抢不到 再一次去到中国 又回来这个问题 就是在中国到底要怎样给钱啊 怎样买水啊 外卖怎样交啊 我上一次在上海vlog的时候 其实有拍过一次啊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 不用紧 因为这一集我们会拍一个更够烈的东西 对马来西亚人是一个很恐怖的挑战 就是一分钱的cash 我们都没有换 是真的 我们完全没有去换过钱啊 credit card的话我们有待 只是把它绑进去alipay里面罢了 如果啊alipay 背不到的话 这一层吃太败了 马币啊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要上交 我现在快速跟大家讲一下 去中国之前到底要到达什么apps 你什么都没有到达不拥紧 但是有一个apps 你是一定一定要到达的 alipay 跟你讲这个东西 基本上你吃喝玩乐都靠它了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 跟你讲 在中国它真的很好用 一app在手里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除了支付宝之外 如果是要看地图的话 我们就会到达百度或者是高德 然后如果你要打DX的话 就是到达地地打车 叫外卖的话 你就叫美团或者是二勒马 然后还有如果你要看 适合玩乐呢 你有好玩的 你就会到达大众点评 酒店火车的话 我会建议你们下载邪城或者是同城 你记得记得外国人 如果你们在中国用同城或者邪城 订不掉的话 Dick那个接受外宾的选家 不然你是没有办法check in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马来西亚人最常用的 Hash App Go App 这个我们去到 在示范可以看到我的上节 大家接着都问我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他讲哦 给不到阿丽沛怎么办 到底我们这一餐会不会吃大便呢 哇 下集就看到了 压运会杭州耶 我突然发现一个东西 支付宝就是杭州来的 所以在这边每个人都会用支付宝哦 连地上都是看到吗 登登登登 迎接我杭州压运会 OK 现在解决我的SIM卡先 我是在马来西亚就已经买好了的啦 这样异性的好处就是 Scan QR Code 不用十几卡 放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它的坏处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手机号码 因为手机号码你可以 搭车车 你可以叫外卖 你可以看攻略 排队等等的啦 所以你在中国 有手机号码我觉得比较好 找我的安 昨天去到华道已经有点夜了 然后我自己有点太累 就没有拍下去了 今天美好的一天 从当个杭州姑娘开始 因为我觉得杭州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地方嘛 像我就要配一个古风的汉服 所以我前几天就已经在小红书 订了一个汉服店 是在hotel附近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走路去 我从来已经做好功课了 大概想到自己要穿什么style的 原来汉服这么多种的 听说那一间蛮多选择的啦 然后重点是价格优惠 299元 包袱装 化妆 还有造型 还有accessories 在中国骑脚踏车是真的很方便的 基本上只要超过一公里两公里左右 我就一定是骑脚踏车的啦 选蓝色的 因为蓝色的 直接alipay里面就可以scan了 alipay你点进去 它已经把租车这个东西放进它的主页面了 就是在出行这边 有一个叫做骑行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这边 然后就scan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支付宝快捷登录 中国的交通工具都很便宜 包括我们这边从机场搭那个train来到华销 差不多一个小时半才70元的 OK 现在确认开始了 诶 听到吗 哈啰 哈啰 耶 可以骑了 这个又是现场房支付宝 因为它之前换了手机 按进去支付宝 这边 然后有一根bank card的 这边其实它是可以选visa master OK 你就填资料 诶 绑好了 绑了 咯啦 OK 接下来只要用什么呢 就是直接扣这边bank里面的钱了 我们就决定 做我在中国最喜欢的热肠就是 骑车 那这个支付宝其实它是有两个语言的 然后版本也是有国际版跟普通版 像我们malaysian 就是选国际版 然后英文 中文都可以啦 百度地图跟你们讲好用 我很喜欢用 因为它全部立案出来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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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John化好了 现在开始动发型 我们只要做一个亲人的发型 我觉得很无辜 粗粗 粗粗可怜类型 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很像张乌鸡 弄好了 哇 头发量直接俱增 要给一个500块的deposit 749元 749元的 deposit 500元 然后我是299元 包头发 包妆容 包这个衣服 还有小道具 傍晚7点之前还回来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大巴士 去法喜室 就是我们上去穿这套去拍照的 其实我们搭公交本来是按这个公交卡的 但是因为现在是押韵会吗 然后他就出来一个押韵Pass的东西 押韵一赞通 基本上用这个QR Code就什么都可以scan得到啦 因为我这个支付宝已经绑定了我的Bank Card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到Pass 我就直接scan这个 然后他就扣我的Bank Card 拿出我的押韵Pass 请请请请请 CNY3块钱 一个手机在手就可以了 吃午餐了 太饿了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搭的巴士是 网上都在讲要搭1314号的巴士直通 然后我们刚才搭的是103号 半个小时就到了 呃 十分钟就到了 前时间这个是我刚才的单红点的东西 就是125元 可以好 诶 这边就会讲我刚刚已经给了125元 我的Send chart来的 所以用Visa和MasterCard在中国是可以给到钱的 不用担心你们 是这边了 黄色的墙 每个人都来打卡这个黄墙 黄色的墙壁有什么好打啊 因为很像天后宫 哈哈哈 现在连景点轮票都用支付宝买了 我刚才走进去这个洞那边 我以为有人在那边买票 马来西亚都是这样子的 哇 古代的女生真的很热 不可以露出你的手臂的 是 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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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白居易 这个诗人吗 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 他就已经来了杭州 那时候是他诗意的时候 然后他就来到黄州 他就用他的一些想法跟他的诗句 然后他去把杭州弄成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所以杭州里面有白居易这个人的历史名字在这边 各位 这个就是西湖 原来西湖长见了 后面有很多手摇穿 明天我们来坐 西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跟那么美 它必定是湖不是海 对对对 但是它有一些特定的角落是美的 就这样子拍蛮难拍的其实 所以应该还是有很多人来打卡 应该是我 跟大家讲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是用支付宝的现在 我们从中午11点多 到现在差不多6点 我穿着这一身在34度的情况下 拍了这么多照片 我要去滑掉温热 不得了 来哟 赚了啊你 古代人讲当的很肉 听说这一间是杭州必吃的 糖帮菜 糖帮菜什么不懂 不用紧 回去Google我也不懂 嗨 吃饱喝足了 我们现在就要买单了 支付宝这个东西 在中国已经是很普遍 是不出奇了的 最出奇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来到中国也可以用 而且是到处都能够用 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西区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湖 然后我突然发现 原来西湖的那个路 哇 是地图来的 整片都是 OMG 这么人家的是一艘船 它是一艘家的 你们看那个水位 极高 我的脚在这边 这边就已经是湖水了 这个时候如果做什么要穿 你看那个浪吉达 你一定负了 这个人看到这个汁 他一杯紧负啊 就要进来走 我们走了 因为这个金尿皮就好贵 3L 440元 有点太贵了 3L来讲也不是贵的 啊 真的啊 不舍得 OK 不用紧了 只是来一药要3L喝不下 我们现在交车去小河直街 这个地方我在小洋书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吃 在河边煮茶 所以我们去体验一下 但是这边去很远 所以我们就交车 如果你在中国要搭taxi的话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中国的电话号码 如果你没有号码的话 你是交不了taxi的 我是直接在百度地图里面 然后就直接选打车 然后它就会跳这个页面哦 你就可以选打得要多少多少钱了 然后我就一直不叫 中国大taxi我是要先给钱 然后有多的话再扣回给你哦 现在就按确认支付 哎呀 发眼了 给我给我 OK 再把你驾车 就到了 今天我们走豪华路线 体验在中国打taxi 滴滴出行 搭到一个BRD 我认为是打电脚 可以打车 所以接下来都是豪华 豪华油 OK OK 耶 我们到了 花了22元差不多马币15块 就到了小河之街 这条街很有feel 很有feel 很美 可是它小小巧这样子 这边的小店让我有一种退休了 走向来这边开一间店的感觉 很chill哎 然后对着那个河畔 然后的屋子全部都是那种旧旧的款式的 OK 找我的 围炉冰茶区 这个view很美 哦 中间这样子拍过去 是不是 喂 你看我camera拍都觉得有图图 哇 还挺起步 很贵 你看 不能4236元 这个真的负 啊哈哈 吃点茶 一餐茶老贵了 等一下 你不知道我们是来拍照过 很明显 你这样搭一个camera 很难不知道的我 哈哈哈哈 原来莲子是莲花要不要来 啊 不然咧 鲁鱼莲子是 工厂来的 现在我们准备要去吃晚餐了 刚才只是茶包嘛 然后我们决定 因为有一点饱 我们现在去武林夜市逛逛就吃一些小吃就好了 武林夜市在杭州好像是很出名一下 没有看清楚发车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要选择打车 换了换了 等不到了 因为我不懂他几点才来 不能等巴士要等差不多多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这边去武林夜市要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还是搭taxi的 排汤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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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不然就连这种巴沙玛当中可以给钱 大丰收 又是快乐的一天 然后我们就决定会活到可能叫一下外卖 不然只有几个东西不够饱 那是什么 这边呢 看有什么吃 沙锅做啊 大招是很便宜的 那37块9 会不会Oli堵的 不知道 不要不要 OK跟大家讲一下 在中国叫外卖到底要怎样咧 我觉得首先第一步 你要有中国电话号码 如果你没有的话不用紧啦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你酒店的桌子那边 叫那个前台帮你 是可以的 那外卖的apps其实有几种 有百度外卖 饿了吗 美团外卖等等 我现在用的是美团外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你没有电话号码 都可以进去看菜单 对 就是这样子 吓到我啊你 吓到你啊 就是吓你的 我就是发现在中国 你做什么 只要用紫幅宝就可以了 没有不可以的情况 真的没有 就像如果有需要来杭州看押韵的 记得in-store好alipay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没有in-store别的app 都不用紧 最重要要in-store alipay 然后我发现一个东西 我连啤酒都可以讲外卖 喂 我连走下去Family Mart都不用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功能 就是这个apps它适配了iPhone 所以它可以在外面直接出这个 小雨中它还有这样子的图片 就很cute哦 直接可以看到几点到 然后你看到progress 哇哦 iPhone15全面有灵动导 先好 今天是在杭州的初一天 等下我们的傍晚飞机就要回去了 所以最后一天我们要做一个 一天用tash equipment给请 早餐我们决定在Family Mart随便吃一下 这个 每次看披荆斩鸡的哥哥的时候 都会有的 经典邮金啊 然后还要是 押韵的官方乳制品 厉害哦 他们马上换包装哦 我跟你讲 在中国什么时候 可以用tash and go呢 就是当人家可以scan你的时候 比如说那种便利店啊 买茶店啊 买茶店 便利店他们都走那种 资助给钱放 所以我们马上以这 然后我们就开 tash and go 然后按Pay 然后我 其实我不用滑 它自动的上 因为它detect到我在中国 所以它自动把我换成中国的这个 汇率了 然后现在是1块钱等于1.53 支付成功 谢谢汇固 20块 直接下去了 杭州便利店 事实证明了 你来到中国 就算你没有支付宝 你没有微信支付 你给我tash and go的话 tash and go 就可以set了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tash and go的话 就像我表演买奶茶给你看 最重要就是要他scan我们 好像平时我们去的那种餐厅啊 就是我们要scan的话 那个就没有办法 那个要用支付宝 但是如果他scan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tash and go 哇还有还有去shopping mall 买东西也可以 他scan的嘛 嗯超市啊 mall啊都可以 现在我们准备去压运体育馆 怎样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 听说那体育馆很美 他里面好像一朵花这样子围着 很烦门 算是这一整趟去里面第一次搭地铁吧 因为我觉得 在杭州搭巴士会比较方便一点 可能地铁的话就要走稍微远一点点 搭地铁的话因为我之前已经开通了 那个压运pass嘛 因为他的公交地铁都是用同一个 所以我这个等一下也是这样子 就scan过去 然后过 然后就call 有没有这样容易啊 真的很容易 真的很方便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应该做这样子 自从去过日本之后我发现 其他国家的那个地铁都没有这样复杂了 整个地铁站 全部都是押运会的东西你看 地铁站变成了押运会体育馆现场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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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州真的太努力了 直接把这个地铁站变成了体育馆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 一个押运会建一座城市 如果我是运动员 我一进地铁站 我看到这些跑道啊 游泳池啊 我一定很stress 我还没有到现场 我就好像已经到了现场这样子 Rending machine 尝试 到底是不是可以用支付宝 或者是他喜欢的 扫码支付 支付宝 支付 OK OK 那出站的话 同样就是开回这个押运pass 然后scan 也是一样出去 然后就直接call 哇 雨雨了 天下整天雨 我已经骑下车了 这个就是押运会管 你们 莲花 现在哦 亚运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所以我们是不能进去了 听说晚上哦 他开灯之后哦 好像天庭哦 都可以使到 杭州在搬押运会 加广 你知道吗?很夸张哦 好啦 在亚运会馆的前面 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啦 这一次旅程 一分钱cash都没有用过哦 但是哦 听姐一句话 这几天下来哦 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在中国做无现金挑战 尤其是杭州 因为支付宝的单身地就是杭州嘛 上一集影片有试过给现金 他们是守的 他们不会去守的 这个是个人选择啦 你们自己想想看 要到底要用cash还是用支付宝都可以 然后也总结一下哦 在押运会期间来到杭州的感受 非常浓厚的押运情绪我跟你讲 我在街上哦 看到各种志愿者 各种押运会的设计 海报还有一些slogan 甚至刚才我们在地铁站也看到地上的那个 decoration 我就觉得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了 就是你不需要进到现场 你都可以feel得到那个押运的那个感觉 当然你可以进到现场更好啦 听说门票是卖完了 好啦 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接下来要来中国旅行的 其实真的不用担心 我开头也是有讲要导入什么apps啦 反正弄好了 你来到这边完全不用担心 会吃不到饭 或者是饿肚子 不会的 重点是支付宝真的很方便 如果不能的话还有touch and go 可以来中国玩 接下来是冬天 我觉得会更凉爽一点 然后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要来中国玩的人 可以看这个影片 然后就是吃香喝辣 拜拜